KPL新刮曝光 AG夺冠就是硬实力 并不是运气更有内幕 打AG的话我们好好打 因为我们比较了解他们 然后在比赛之前 我们就感觉可能打不过 因为我们当时拼天赛约了他们 就发现他们真的好厉害 特别厉害 我的天哪 宝教练跟葛明尼一样 BP都相当厉害 但不适合管理选手 AG崛起并非偶然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伴随着KPL第二轮分组结束 队伍也是迎来了短暂的休赛期 毕竟大家都需要时间去研究新的对手 但不妨碍这段时间出现各种新瓜 比如上一次末将直言 AG第一个冠军 他的身体严重不适 导致队伍状态不好 甚至有弹幕说他被下药了 属实是有点炸脸 而这件事在昨天被调哥打脸 AG当时能拿到冠军 就是自身的硬实力够强 并不是运气更有内幕 那时候的AG刚回到KPL 还是从败者组一路赢上来的 气势上面太足了 能赢QG不足为奇 当时我们打 打之前 打之前 决赛之前 就是刚知道打AG的时候 其实是蛮有信心的 因为当时我们常规赛跟季后赛 都是赢了他们的 然后我觉得打AG的话 我们好好打 因为我们比较了解他们 然后在比赛之前 我们就感觉可能打不过 因为我们当时平台赛约了他们 就发现他们真的好厉害 特别厉害 就到决赛就突然变门了 决赛 他们决赛前一个星期 真的特别特别厉害 打之前其实也想过会输 因为状态就是不好 然后当天打的时候 打完第一把 我们就感觉出来 AG状态应该是当最好 就是他们当时的势头 真的太猛了 他们就是从败者组一路上海了 他们势头跟他们抢过下 结果再完全比不了 我感觉如果是我们 恢复到最强的状态 应该也就只能跟别人打个五开 他们当天确实是很厉害 然后调哥评价了当时QG的一队 玩的就是依托答辩 葛明尼等人 还会让他上手发 并评价了葛明尼的 BP在当时是独一档 可惜就是在管理人 这方面不太行 性格太软难以扶重 当时我只能说 一队打的真的是一坨屎 是哪五个人 就他们配合太差 当时一队是飞牛 自痛 飞牛自痛 护驾 许诺 像宋 张凯当时还是数据分析师 张凯还在说 给张凯看的抓耳挠腮 然后张凯就说 再不换人真打不了了 然后我们就换人 就换上去了 你还评价一下迷你呗 迷你的话 我觉得迷你他的 他的那个BP实力 我觉得他是非常顶尖的 就算就放了当年 他应该是独一档的存在 但是迷你的话 他就是性格 稍微比较的柔弱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 打个比方说 我们犯错了 按照我来说 你一个选手屡教不改 或者是犯错 肯定会做出一些惩罚 或者说 说你骂你什么 但是迷你就是 就是跟不好意思一样 很没下这个心 所以说就是 很多时候他 就是他自己的BP 可能是在进步 但是我们选手就是说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因为不怕他是吧 有点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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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谈到 AG宝教练 他的BP同样是相当厉害 但性格跟个迷你一样 意味着在管理人 这方面太软了 却又比个迷你好一些 所以可能奶茶 更适合当主教练 宝哥跟SK 宝哥跟SK 我觉得这两个 他们两个在一起 真的是挺厉害的 不过就是宝哥的性格 宝哥的风格 宝哥的风格 其实有一点点 像迷你的风格 但是宝哥说话 没有那么多 宝哥是那种 他管理队员 然后管理这个团队 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 但是宝哥就是 你跟他说 就让他只负责BP 只研究这块 宝哥是做得非常好的 总的来说 AG第一个冠军 末将说他身体不舒服 自然不是假话 但吊哥说的话 同样如此 AG在当时的实力 就是很强 气势上面已经赢了QGE 至于宝教练的 BP能力 毋庸置疑的强 是金子总会花光的 去年是AG的丰收年 今年如果他们 还能保持下去 创造自己的王朝 并不难 大家觉得呢